这里是贺庆县东南部的龙开口镇 这里是属于典型的山区镇 我身后就是金沙江 金沙江从这里川流而过 因为有金沙江 这里水电资源丰富 地势西高东低 这里以前称夺美乡 2009年更名为龙开口镇 看最近金沙江的水非常的绿啊 这边就是农贸市场了 远远的就能看到那么多的人 非常热闹 这才是烟火气息 每人背个小背锣 这都是他们本地的粉皮 他们本地的粉皮 你还这么宽 干粉皮这都是 你也知道这叫粉皮 我昨天见过了吗 你哪里的 昨天在六合建了 看颜色好漂亮 这是油条是吧 这个是鸡蛋糖 鸡蛋糖 是蛋糕 这个叫什么 我还是没听清楚 就叫蚂蚁 蚂蚂蚂蚂蚂蚂蚂蚁蚂蚁吃起来是甜的是吧 很香啊 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是糯米 糯米 跟米花那也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阿 好的 明白了 谢谢你 全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这个是那个炒米花吗 炒米花 谢谢 谢谢 炒米花的饼是吧 叫米花糖 米花糖 米皮 这个是米皮 我们叫干了 米皮 我们叫什么 黄眼叫干了 干了 耳快 我天哪 我拿一下啊 蛮重啊 这一下子能把人打拥啊 我觉得 我打拥 打你肚子靠的 打你肚子靠的 要不要一团 我不会吃 我吃过二十四 但是不会吃这个 阿姨的背锣里面全是这个菜 白族的服装 本地的梨 这梨长得跟土豆似的 但这梨超级甜 还有本地苹果 要把饼脖去啊 自己钓吧 卖绿萝卜的 老板您这个是药菜还是菌子啊 菌子 我家煮食的菌子 包汤的吗 煮汤煮鸡肉 煮汤煮鸡肉可以吃 都是本地采的吗 本地采的 水干了 山上这边山上面有的 谢谢 这叫山货 山货这都是 还以为是药材 这蘑菇 金松菌 那些山里面的那些 这个煲汤 特别好 煲汤提鲜味 检查的人 随时都在这个市场里面 这些人都满载而归 就离开了 小贝罗 这就人间烟火 市井生活 这个要怎么吃 这个拿回院 这是个药材是吧 是的 是个药材也是个 然后是那个血压 排毒的 排毒的 叫麻刺根 麻刺根 降血压厉害 哇 这都是你们自己挖的 一斤五块钱 一斤五块钱 还是蛮便宜的 我闻到那种浓浓的药材味道了 这个 我们看的是这个 都是臭酸 这个臭西洋酸 臭酸 西洋酸也叫 是吧 是的 你们是遗族的吗 不是 不是 汉醋 汉醋 这个药材我到第一回见 他们说可以包排骨 降血压的 治疗一些过敏啊 肚子疼特别管用 好吃 好吃 没有 我说全都不好吃了 这个是什么 那个臭阳生 好像是叫 不是啊 这边这个是马刺羹 这是我今天赶集买的 当地的红米 本地红米 福豆 买了些菜 然后买了些肉 最近因为我一直在乡镇里面走 有的时候赶集他们是有时间的 买不到菜的话 我在车里面备两点菜 到时候吃饭的话 就自己做点就可以了 及时已经赶完了 看着停车场的车 也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这里的风景还是很美的 就是这种自然的风景 田园风光 背靠金沙江 感受这样的自然风光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老七 感谢您的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